随着数百人被枪手击倒 恐怖弥漫在现场四周 随之而来的是民众进行的悼念仪式 还有一种习以为常的挫败感 在传递IC和祷告的同时 需要拿出对等的行动 我们站在这里的原因就是要付出行动 改变国家的法律以应对挑战 莫菲就最近发生的这场悲剧 指责国会不作为 五年前一名枪手在他的家乡 康涅狄各州枪杀了26人 因为我们什么都没做 大规模枪击事件一直在持续 但是尽管美国民众 对枪支管控的问题分歧严重 即使已经到了辩论的时候 川普总统表示 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仍在前方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们将会讨论枪支法律的问题 国会供货党人也表示 这场悲剧仍然处在调查阶段 现在讨论新的法律为时尚早 你们看调查甚至都还没有结束 我认为现在讨论立法的解决方案 为时过早 还有最终无法通过管控枪支解决的问题 随着我们看到尘埃落定 并且在这些悲剧之后 我们看到精神健康改革 是确保我们能够阻止此类事情 再次发生的关键要素 这一改革没有侵害持枪人士的权力 这一群体在选取投票时 能够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与此同时国会共和党人说 民主党人在用枪支议题玩弄政治 民主党人就是把每一件发生的悲剧都政治化 我认为对他们来说这是可悲的 我向受害者传递哀思和祈祷 现在不是自动把手放进抽屉里 然后抽出控枪议题的时候 愤怒的民主党人说 共和党人把政治置于民众之前 跟着钱走 你们知道全美步枪协会和美国的拥枪者们 花了大笔钱试图改变言论风向 在国会中有很多人一直都缺乏政治武器 参议院民主党的领袖表示 川普总统可以做出榜样 把我们团结在一起 并且以绝大多数美国人 无论是民主党人 共和党人 还是独立派别 都支持的有关枪支安全的 合理的法律来领导这个国家 川普总统将于周四 前往拉斯维加斯枪击事件的现场 此行为川普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机会 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吉普森 国会山报道